这就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高一阶段咱们要选科 那选科现在这个新高考制度下 咱们应该如何去规划呢 就要提前去了解了 这一科呢 更多跟大家普及一些选科方面的知识 以及你们现在作为选科 尤其是作为学业层面上的 因为很多人纠结的 其实不是说我要选什么科目 而是说我现在的成绩选什么科目更好 对吧 所以老高考先跟他讲一下老高考是什么 现在还有地区是老高考 老高考就是文理分科 然后 只能去选择物化生或者正式地 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模式 对吧 新高考就是灵活选择 现在就叫做灵活选择 因为会存在来讲 很多人想进行更好的一个素质发展 对吧 有的人呢 别人理科方面有一些物化战场的 那别人正式地又有一科特别战场的 那你强行让别人选理科文科 那就是强行把这个 这个叫剥离开了 但这个灵活选择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灵活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三加三的模式 三加三呢 那像山东这些地区就三加三的模式 前三个是全国同考的科目 语文数学英语 这个是大家都必须选的 所有学生必考的 这个选不得 后面三个呢 这要选的科目 就是在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这些科目里面选择三科 所以这就是三加三的模式 三加一加二呢 这个一最主要是 各位这个一就是你们要首选的科目 就是物理和历史 并且你首选这个科目是不复分的 那复分待会再讲啊 这个二呢 最后一个二 二就是再选 你选了物理之后 你可以再随意去搭配你的像化学生物 化学政治 化学地理 生物政治 后面就随机组合 等科目里面选择两科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他为什么把这个一剥开呢 因为一就是不复分的 三加三呢 那剩下的三科 你比如说你选物化生 跟这个三加一加二选物化生 物理三加三是要复分的 但是这个一单独列出来 这个一就是不复分的 复分什么意思 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按照排名 就是根据你的排名 会再给你给予一个分数 比如说你的孩子像原始分啊 比如说一张试卷 原始分考了个六十分 这个六十分呢 是因为这次考试 确实难度非常非常的大 你知道吗 难度非常非常大 他六十分已经是班上第一名了 很多人都考三四十分 那难度非常大 那很多人就堆在这个五六十分 对吧 很多人考五十多分 那你的孩子本身 他以前的水平就是一直考一百分的 大家都只能考七八十分 但这次太难了 只能考六十分 是不是分数差就变小了 是不是算总分对大家就不公平 那么我们就进行复分 那么我就会进行排名 第一个排名第一的六十分 咱们就直接给他复到九十分 对吧 或者咱们给直接给他复到相当于满分 复到A等级 复到满分 你的孩子相当于这颗就是满分 这颗就是第一名 所以第二名再往下复 对吧 就是可能到八十七 再往下复复 所以慢慢慢慢的分数减少 所以他们最终高考看的是 他复了分之后的一个分数 所以现在是结合 指那个叫卷面成绩 结合排名 才是你孩子最终的 对吧 卷面成绩加排名 才是你孩子最终要得到一个分数 但复分很可能会复得更低一点 都有可能的 就是大家这次简单 大家水涨船高都高 大家都考个九十多分 那你考最后的 那你的孩子如果排名排在最后 他的分数复下来也很低 对吧 复下也很低 所以复分不是说一定复得更高 这都是有的 所以就跟大家简单提一下 因为这些大家应该学校里面都会讲 从高考综合的改革省份 就2021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 就会开始实行 现在来讲 新高考的地方 像北京啊 天津啊 河北啊 辽宁啊 上海啊 江苏啊 浙江 福建 山东 湖北 湖南 广东 海南 这些地方 包括说重庆市 都是要后续去启动的 后续启动的 启动的省份 包括现在四川也慢慢的 包括宇宙贵山这边的 大家没那么发达的地区 慢慢的都会变成新高考的模式啊 就进行选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从那个官网去截图的 因为现在你们要去搜选科的制度 你直接在百度上可以搜到 就是搜新高考地区选科的制度 他就会写出来 比如说你选什么样的科目 咱们就会给到 你以后能报什么样的专业 所以现在高一阶段了解政策 各位家长朋友们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啊 你要去了解政策 你要去百度上搜一搜 把这个表格至少下载下来 你的孩子以后想学什么 现在很多孩子想学计算机的 要想学计算机 要想学这个计算机 就理工科热门吧 想学什么自动化的 想学土木的 想学什么交通运输的 教管的 那你就必须要选物化 就是这个物理和化学 在你这两科里面必须有 剩下这一科无所谓 管你选什么都可以 但是物化是必须必须要见到的 对吧 像我这些罗列的 像力学 机械类 仪器类 材料类 能源动力的 因为我就能源动力的嘛 还有什么电器的 也就考研很久的 大家选了很多的 出来就业 其实就业条件很好的 这些专业里面 其实都是物化要绑定 因为这些科目到了大学 你还要再去学物理和化学 所以它对于你高中 必须要有这个基础 你如果不选物化 你单选了物理 不选化学不行 报不了 你单选化学 不选物理 那更报不了 所以这是一个必须绑定的 所以现在这个新高考 其实是物化 如果你的孩子 要想走一个理工科 就本来男孩子吧 很多走理工科对不对 其实大部分的学校 都招理工科 所以物化是必须绑定的 只是说额外的 你选生物 选政治 是决定有一些加法 比如说选政治 你就有更多的机会 去给到你的一些 像一些 以后要走 那个叫什么 公务员那个体制的政治 可能你要报一些军校类的 那就必须要看 这个政治这个科目 当时候他都会 看吧 这个科目范围二 这个部分 他都会选出来 比如他又会有一个政治 他就像化学生物一样 前面有一个框 你看涂黑涂黑 涂黑了就代表 这个科目必须选 所以他是每一个 这个专业选择不一样 所以在高一阶段 提前去了解一下 你的孩子未来想干什么 你不要到了后面 选科了之后再来后悔 那个是可以改 但是改了之后 其实也不太方便 因为改了之后 你毕竟学了一段时间了 对吧 你会落下来很多基础 到时候不好补 像医学 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这些东西 选科的时间段 一般来讲 会在高一结束 当然会有很多 是高一的半期就决定的 就是上一个学期 高一上一个学期 就是高一的一个学期结束 就会选 还有的更早的 就是高一进去 差不多就要选了 所以会决定你的选科意向 然后你要去放弃一些科目 各位 要去放弃一些科目 选科 我们现在给到的建议都是 如果你孩子没有任何一个性 没有任何一个趋向 没有任何一个性趋向 他觉得所有科目都可以 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差不多 没有特别突出的 就按照他个人的兴趣 他个人的这个分数的排名 按照他个人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专业定向 那么大部分 物化 对吧 所以只要物化选了 其他三科随便选 物化生呢 更多是学霸组合 就是老理科 理科思维特别强那部分人 会集中在物化生 就是你孩子在学校里面 学着会比较难受 但其实最终的排名 最终的排名 据我们了解来看 还是说现在 只要选了物化的物化生 物化低物化症 都是同一排的 所以你的孩子听着说 物化生 学霸组合 但其实只要你选了物化的 最后都是统一排名 拉同排名 大家这个不用去担心 好吧 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然后去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右边 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选什么样的一个分科 什么样的制度 然后他最后 你能够选多少的专业 这个96% 就是如果你选物化症 物化地 物化生 也可以想到 你可以选到 所有的专业里面 96% 大于96% 你都可以选 好吧 那如果你把化学 抛掉了 那就只有92%左右了 那么你再把物理抛掉 以历史为开头 你可以看一下 最高的就65% 最低的有50% 所以你越选到后面 所以现在 其实你看他灵活 对不对 为了是你们灵活 但其实不那么灵活了 总体来讲 大家还是以物化为主 物化还是占绝大多数 因为大学的整个的专业倾向 以及工科理科 实在是太过于的去看重物理化 所以你必须得选 除非你还是就想走一个 据我了解 好像是金融 但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我之前看到这个制度 有一段时间 他可能后面还会更新 对吧 大家要去及时的去了解 因为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不一定是最新政策 对不对 像什么 我记得是关于金融这方面的 包括说有一些文科类的专业方面的 什么考古学啊 这些东西 它就不一定要需要物业化学 所以他后面的选择面 是非常非常的窄的 好吧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关于选科 你们要了解的制度 以及自己 我们给到一些建议 以及你自己要怎么去规划 所以现在来讲 第一个是 在高一这个阶段 就在你们分科之前 你就要去想 我想学什么专业 去了解一下 现在什么专业 不管是你从未来的薪资结构 你想赚钱也好 还是说你想搞一些自己兴趣的 你有特长的都会去选 选了之后 你就要想一下 我自己其实有兴趣的课目 在学校里面学的怎么样 学着感觉好不好 我的排名好不好 不要看分数啊 要看排名 因为是根据你的排名去复分的 绝对的分数说明不了什么 对不对 因为只能说明那次考是简单与难 就是简单与难而已 但是你自己要去思考 我这一科其实在学校里面 我从高一这个角度 其实大家都很简单 因为高一学的基础 非常非常简单 如果你有一科目 你学的都很难受了 你有一些科目 实在是没有天赋 你发现自己可能到高二 变得更难 没有这种机会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选一些科目 尤其像物理这样的科目啊 所以是给到大家一些选择 根据自己的兴趣 根据自己的以后的定向 然后去好好纠结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以政策了解为主 政策了解清楚之后 就是看排名了 排名就会决定你最后 自己想选什么样的科目 然后高二去学就好了 没有任何一科是简单的 各位直接跟你们说 没有任何一科是简单的 所有科目都是由简单与难 其实都是在某一些板块 有些板块简单 有些板块都难 所以不会存在说 有一些什么网上说的 物化生学霸组合 你进去或完全学不走 什么物化地 地理特别特别的难 其实地理难 现在要复分了 对吧 他新高科目不是改革复分吗 地理难 大家都考的都考的低 那都考的低 他复分出来 那个分数就好看 所以他不一定是件坏事 根据自己的排名 根据自己的排名去定 所以这就是这一章给大家讲的 你们要去怎么去总结 怎么去规划自己的选科 好吧 就这样 拜拜